这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乐高了 叫做雄狮骑士的城堡 它既不是迪士尼城堡 它也不是哈利波特城堡 我差一点就错过它了 因为没有任何IP的加持 它乍看之下确实有一点其貌不扬 但它其实大有玄机 它实际上是乐高去致敬 曾经在1984年 它推出过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城堡 如果看外型的话 你会发现它们非常的像 但是这个完全就是 加量又加价了 它一共有4514片砖块 展开以后 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房间 什么武器库啊 牢房啊 所有的门也是可以开关的 还有一些密道 这个城堡就是 把我童年里面的各种想象 就变成了现实 这么多 这次里面一共有两本说明书 分为一和二 应该是可以让你和你的同伴 一起来协作 协作 协作完成的 我开始啦 原来这个是厨房啊 这个是小羊角包哦 好可爱 这边有四个抓手 这是四个蔬菜 这也太可爱哦 受不了了 还有小勺子 哦 现在厨房已经做好了 旁边是厨师长 虽然可能这个城堡 也不会有第二个厨子 但我认为它就是厨师长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细节 顶上是一个楼梯 我们的厨师长 打打打打打 走下来 摇起甘甜的泉水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照在这颗洁白的大萝卑上 开始一天的工作 太幸福了 下一个我要拼的丑宝是什么呢 这个绿色的乐高小人 他叫做森林守护者 身上还背着剑 他还有一个道具 就是这把琴 文艺的弓箭手 又做好了一个房间 它是一个密室 好神奇吧 然后里面就是 可以密谋很多坏事 不是 大事的地方 根据设定 这座城堡是属于雄师骑士的 但是森林守护者 作为一个中间派吧 他在人家的城堡里面 偷偷挖了一个密室出来 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 后面的故事 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编了 他们其实到这个城堡里面 只是因为这个城堡的厨师 做菜特别特别好吃 所以他们就想在厨房的隔壁 他们的目标是想要寻找 全世界最好吃的美食 这个地方有一条细细的缝 它是剑侠 弓箭手可以从城墙里面射箭出去 又完成了一个房间 它是在厨房的正上方 应该是一个休息室 中间有一个取暖的壁炉 旁边是一架三角钢琴 可以摆上几个小人吧 这个森林女巫应该在这边做法 下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一看就是一个面包房和一个墨房 合二为一的一个设施 最左边是一个水车 背后还有透明的浪花 然后拉动房间里面的墨房 开始转 这里有一个小抽屉 抽屉上面应该是可以倒下小麦进去 就可以磨出面粉了 这里还有一袋面粉白色的超可爱 做好的面包全部都藏在这儿 这是一个熊士骑士大姐 因为她化了口红 我就派她看守面包了 最后还有一些藤蔓的点缀 做好了一个可以活动的房间 它这里甚至有一个小卡扣 可以让它严丝合缝地合起来 这个设定里面它应该是Queen 就是女皇的餐厅 非常有皇家的感觉 这个城堡太漂亮了 好期待接下来的房间 这个小房间是完全围绕着中间这一座黄色的小积木堆而建成的 这个是1978年乐高推出的第一个城堡的 它的模型 在这个2022年的城堡里面 它又再一次致敬了它 你看这个乐高小人手上拿的这个小人 就是当年那座城堡玩具里面的小冰人 就喜欢这种彩蛋的感觉 我就叫它致敬屋 接着来 原来这个做出来是一张床 女王的房间就平好了 尽现低调的奢华 一张Queen Size的床 一个地毯 一个优雅的书桌 还有隔壁的宝物 女王卧室的隔壁为什么要藏一个金色的蝉橱啊 我唯一能够看出来的就是咱们这是一位女王 这典型的就是什么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暂时理解成是某种宝物吧 刚刚我还在疑惑这个条有什么用 它为了让国王房间的这个小暗房也拥有一扇带有机关的暗门 它就变成了当我展开的时候 暗门关闭了 当我把它关起来的时候 暗门打开了 一切都如丝般圣花 好厉害 这套零件有意思 我的零件顺着楼梯滚下去了 找到了 在厨房找到了我丢失的零件 侧面有一座塔 塔顶放了一口钟 让我们插上雄狮骑士王国的旗帜 风吹发了 吹发了 这样半边的城堡我就已经完成了 都有了屋顶还有帅气的塔楼 快了 还有一半 又拼完了两个房间还有一个庭院 左边这间房间一看就是收藏了一些特别贵重的东西 因为它中间放了一个藏宝箱 但是就在它不远的地方是一个监狱 右边的房间呢 关了一个坏人 虽然坏人只剩下白骨了 左边这间牢房 打开以后里面并没有关人 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牢房的背面 石头堆可以翻转打开 出现一间隐藏的小房间 这个宜门推开 就是刚刚左边那一间牢房 也就是牢房的背后有暗门地道可以出去 背后呢还是一个庭院 别说这个监狱条件还蛮好的 景色优美 接着来 哇 如丝般顺滑 现在我拼完了这座城堡的所有防御攻势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大门和吊桥了 旋转上面这根杆子 然后就升上去了 掰一下 它就掉下去了 吊桥的开关在这里 可以拉动链条让它收上来 这里是一扇侧门 侧门的背后有一个旋钮 最后还是它一点点就大功告成了 好 我们赶紧加把镜吧 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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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状态就是熊狮骑士的城堡完全合上它最小的形态了 整个体积还是非常大 在这个桌子上面显得非常的雄伟 其实关于城堡我也有了解一些小知识 这座城堡的外形比较像11世纪到14世纪会有的那种城堡 尤其像12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的那种 城堡一般都有两个用途 右边这一半就是用于贵族居住的 在这里就是Queen它居住的地方 这一面比较高的就是用于防御公式的 如果来了一个敌人 他走到了吊桥上面 吊桥升起 这个敌人就会直接被送入监狱 如果从这里游游游游游游进来 游进去通往的地方 就是个秘密作战室 那里是丛林守卫者的大本营 这间作战室还有另外一个入口 就是蔬菜摊的下面 它可以翻起来 这间突出的小窗户 还原的是中世纪城堡的厕所 抠一下的话会发现这里是空的 你可以坐在木头马桶上 你的屎就会通过中间的那个洞 直接从二楼掉到地上 看起来这是一只蝉橱 可能它用蝉橱代替了屎 雄狮骑士的城堡 绝对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一个乐高了 拼完之后可以玩的部分很多 城堡的每一个房间 房间里的每一个功能 都是可以真的在用的 还有那么多个秘密房间和秘密通道 假设乐高小人是活着的 他可以在这间城堡里面 畅通无阻的生活 我可以幻想他们在这里快乐的生活 然后丛林守卫者 可能喜欢在这边搞搞飞机 整个游玩体验就是非常的幸福 我甚至还想再拼一个城堡出来 乐高能不能再抓紧做一点呢 感谢你一起陪我 拼到了现在 玩到了现在 最后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 钟 钟 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